买车容易养车难 尤其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面 买车真的会变成你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负担 不过对于一些朋友来说 不买又不行 因为车只是他们找吃的工具 所以呢他们只可以尽量去找一些 负担不是那么大的车款 而在今天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这个 Proton Saga 养车成本是多少 如果最近你真的因为 因为工作关系必须要买一辆代步车的话 这个video可能是你一个很好的参考 在这里我们选择了这个 Proton Saga 1.3 Standard来做计算 因为它的售价是35,800令吉 而且基本的安全配备都比较齐全 像是双气囊啊ABS等等都有 价位也是一般人都可以接受的范围 我们就模拟你负10%的透气 然后年利息是3.5公9年 那么你每个月需要缴付的代款是 392.31 不过呢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各位下 这一个利息只是假设 因为不同的银行会给出不同的利息 而且也会因为你给的这个 头期款多少而去决定这个利息 一般上啦这个汽车销售员 他会把你的这个Document Submit去几间不同的bank 然后尽量帮你拿到最低的利息 所以呢这个是要看销售员的功夫啦 也要看你头期可以给多少 你的头期或者是这个利息越低 你未来你要供的这个供期也会越低 所以就看你拿到多少 除了供车之外 这个汽车的每个月保养费用也是你必须算下去的一个环节 Proton Saga的第1次Service是在第1个月或者是1000公里 之后就是10万公里6个月一次 看哪一个先到 而Proton Saga 5年的总保养费用是3000大块7毛1 最贵的一次是在6万公里的时候 是一个比较大的Service我们叫Major Service啦 因为它必须更换这个牙油的关系 所以它的总维修费用是632块8毛9 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一点 这个Proton Saga因为更换了这个480的关系 所以呢它的这个更换牙油的费用会比起 采用CVT变速箱的Proton Persona便宜一点点 如果只是换牙油 Proton Persona 其实会便宜啦 但是因为换牙油的时候 Proton Persona 也必须同步更换CVT Oil Filter 所以导致你这个Proton Persona的CVT保养费用会比480高一点点 Persona 的这个6万公里的Service要700多块哦 贵了100块左右 以上的这些维修保养细节 我们都是从Proton的官网获得资料 不过要提醒各位的是 如果你真的把你的车子送到这个Service Center去维修 通常Service Center都会建议你添加一些东西 或者是Service Aircon 这些收费都是另外charge的 可能导致最终你的这个Service 费用会高一点 但是这些都是Option 就是额外的选项 你要也可以不要也可以 到最后呢 就是看你自己的选择 在油钱还有拖钱方面 因为每个人的驾车环境不一样 驾驶习惯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没有算下去了 我们以这个工期392块3毛1来看 再把这个平均5年的维修费用 除下来 每个月大概是50块 所以总计你每个月要为这辆车付出的是443块 当然最后你不要忘记的是 每年的保险费用你也要算哦 至于Proton Saga 这款车加起来怎么样 你可以看看 我们之前试驾影片 在上面我们会放上一个小白点 点下去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Saga 试驾影片啊 这款车其实在操控性表现来说还是不错的 舒适性也有一定程度的表现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一些比较fancy的配备 像是Killers 等等 Proton Saga 都是没有的 如果你可以接受没有这些比较花俏的配备 那么Proton Saga 其实还是一辆不错的代步车 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在这一次推荐它的原因 而且重点是 它的油耗表现有了很大的进步 在小编自己试驾的时候 一个满缸可以大概开380公里左右 我个人是觉得这样的油耗表现不错了 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一个Proton Saga的养车成本 是不是你们所需要的 欢迎你们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我们也会跟你们交流哦 喜欢这次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次的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